这四点可以看出男人心里有没有你很关键 这世界上最难判断的就是真心了 一个人心里是否油腻 这直接决定着你以后的幸福生活 人一辈子一定要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两个人坦诚相待 幸福的过一辈子 所以说真心很重要 从这四点中就可以看出男人心里有没有你 一是否能跟你坦诚相待 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彼此信任依赖 能够交心愿意跟你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在你面前做最真实的自己 一个男人能够对你做到没有隐瞒 坦诚相待 这才是用真心对你 这样的人才值得你去消亡信赖 二是否能够把时间精力都花在你身上 一个男人是不是真心对你 时间是会证明一切的 真心对待你的人 自然在你身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多 在有时间的时候陪伴你 听听你内心的想法 陪你做一些你感兴趣的事情 在你苦闷烦躁的时候 也愿意停下来陪你 会在意你的心情 这样的男人才是心里有你 愿意陪你走下去的人 三是否在生活中能照顾你 一个内心有你的人 自然会对你的生活上心 会在生活中尽量去照顾你 当你生病难过的时候 会细心照料你 给你端茶地水 当你工作上有困难的时候 会耐心教导你 这些事情他都会上心 看在眼里并为你分担 一个对你生活视而不见的人 心里一定没有你 所以心里有你的人一定会对你百般照顾 四是否能包容你的缺点脾气 心里在乎你 有你的人是会愿意为你妥协的 在平时的生活里会包容你的缺点和脾气 不会跟你计较 而是适当地迁就你 把你捧在手心 爱一个人就是捧在手里怕碎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所以内心有你的人 一定是懂得包容你的 会让自己成为你的依靠 把你放在心肩上 一个人是否真心在意你 自己应该是最清楚的 从生活的细枝末节就可以看出来 遇到一个对你百般照顾的人 记得珍惜